大家好,我是老陈,今天讲打金匠成为传奇毒销的故事 甲基安非他命甲基本炳安就是毒品的化学名 日本战争中曾将毒品用于神风特工队,无谓的自杀式攻击 战后日本毒贩子将工厂转移至了韩国 1972年釜山,里头森还是个打金匠,会日语,我就教他里头了 一个走私老大找到里头,让他鉴定金字的成分如何 里头鉴定得很用心,随后老大就收了里头做鉴定员 里头天天帮老大鉴定海鲜里的黄鱼 这货是一箱又一箱,里头非常效忠,可是还免不了被欺负 比如表弟投患被人打得要没命了,里头去救 加了尿的酒不喝,消掉了投患的一只耳朵 里头二话没说,喝了加了尿的酒,知道自己没后台的苦 第二天投患去整了行,曹老板盲长发作住院了 里头二兄弟接了这个运送白粉的业务 用老大租来的船帮他送了这票货到日本 朝鲜哥告诉里头,日本制造冰毒抓了直接枪毙 如果从日本订原料,卖到日本那就是摇钱树 总统开始下令打击走私了 刚回韩国的里头就直接被抓了 因为用这座改装舰铁运白粉 直接被白市长吊着打出了尿 随后就是坐牢了 老婆告诉他,就只有你被抓了 老大早就跑到日本了 里头明白不仅要有后台,还要有保护伞 发誓不想过这种被人虐的生活 要做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老大 里头只能找老婆去疏通各层关系 毕竟这个事情里头也有账本,网上同意也不好 最后里头换了个身份,因为费结核被释放 但是被要求只能在居住地不准外出 哪只刚出狱的里头就跑手而去了 里头去找了曾经的帮会崔部长一起做白粉 需要崔部长去打通毒品管制组 通过崔部长认识了毒品管制组的徐科长 里头明白金钱开到,只要拉下水就一切好说 通过了徐科长找到了制毒专家白教授 请来了白教授介绍了众人 其中主要由崔部长和王文浩负责台湾 其他就是里头表弟和家族人员 一行人开始购买台湾中国的原料 原料一彻彻的运了进来 在一个养猪场里进行制造 一边是猪死的味道 一边是毒品的化学味 随时戴着防腹面具冰毒制造出来了 和那纯度绝对顶级 最后豁出去了 有钱赚兄弟们立马四分五裂 崔直接把钱封了 里头分到的只有一部分 王文浩和崔部长负责了所有的销路 所以里头拿的最少 里头开始找日本的销路 找了曹老板介绍 搭船去见神父帮的老大 结果遇到了杀手 杀手要去杀神父帮的老大 捅了老大大腿一刀 里头冲进去按住了杀手 杀手反手捅了里头腹部一刀 赶来的帮会成员 干掉了杀手 里头僧介绍自己就是 府三来的里头僧 黑帮老大大手好感 为了庆祝合作 去银座喝酒 表弟投换体验了新式的冰毒 直接封了上台跳钢管舞 船上的里头 看着一箱子的钞票 用钞票插了血迹 船头撒出一把钞票 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 爽 从此里头的货 将直接进入日本神户大麦 1974年 府三检察厅金人酒上任了 这个金检察官可不一样 去美国FBI进修过 抓人审问后 毒品的来源是里头僧 他们在往日本贩毒 金检察官想一网打进崔部长 里头和陈江帮曹老板 里头被崔部长揍了一顿 后得到消息 知道自己后台还是不够硬啊 带着一箱子的钱跑路 曹老板让他去找 居老板避风头 里头直接给居老板来了一份冰毒 居老板本来就是瘾君子 直接在那里疯狂的蹦大了一天 白教授教会了里头如何制造冰毒 认为里头的水平清出于蓝 而顺于蓝 里头很讲义气的送走了白教授 给了他满满一箱子的钱 居老板介绍了一个女人 金正雅 精通日法因三国语言 这个女人的特点就是交际化 中情局有人 关系直达总统 国外各种黑道都有贸易关系 里头约了金美女吃饭 第二天开着红色跑车去接她 在豪华的酒吧喝香槟 每个独销背后都有个美女 里头也不例外 两个人在跑车上疯 很快利益达成了共识 里头通过美女牵线 直接去资助总统选举的人 所以有了庞大的保护伞 借着资助排球 却打开了日本的销路 冰毒产品就叫韩国制造 里头在金美女的牵线下 打开了日本东京 最大的黑社会销路 正当风光之时 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小 吊起来打得滋味 记得吧 还被打尿了 白市长取消了里头一把 原来白市长在驻日大使馆里 担任抓间谍的工作 约了里头晚上见 里头找了朝鲜哥 发现朝鲜哥也被这个白市长害得不浅 两个人直接开车 挤压死了这个混蛋 把尸体剁成无数块 扔入海里喂鱼 为了战胜杀人恐惧 里头吸了冰毒 和朝鲜哥成了共同生死的兄弟 金检察官开始查 釜山出现的韩国制造 了解到管制组徐科长 是贩毒的保护伞 而里头生已经是 日本和釜山的大毒枭 1976年里头有豪宅 整个房子有监控 下面全是制毒工厂 一船船的韩国制造运往海外 抱着金美女在满屋子的现金疯狂 地位也不断上升 是模范市民 代表人物 事业上升到了顶峰 但是毒品的副作用也来了 毒品毁了表弟投患 拿刀杀了人 投患恨死了里头 曹老板来了 里头又被要挟了一把 因为处理尸体比较麻烦 家庭纠纷也来了 里头正访老婆找金美女 发生了冲突 一个是家庭内务的总管 一个是里头业务的得力助手 里头回来直接被老婆骂 因为毒品两夫妻直接决裂了 转身就和金美女搞在一起 两个人商量拓展香港的市场 金美女看到里头的真恐 希望里头能够戒毒 骑行里头 上面的噪音有个限度 钱不代表能够得到全世界 看得出金美女对里头 还是真心真意的 但是里头却质问金美女 是不是隐瞒着什么 吸毒后的人疑心病会特别重 所以里头和金美女产生了裂痕 金检察官抓了里头表弟投患 通过投患抓了里头 疯了的投患在那里狂笑 审问中里头侠纳 一个亿贿入金检察官 金检察官看了里的手臂针孔 只对幕后的里头保护伞很有兴趣 笑里头被弟弟出卖 血浓于水 还是毒浓于水 重判清理 直接被检察官狠狠地揍 狠狠地踢 仿佛回到了被吊打的那一刻 结果上头叫金检察官放人 金检察官看到名流金美女 竟然亲自来接里头 车上里头这才知道 自己的妹妹和老婆都背叛了自己 金美女做了很多工作 弟弟投患只能去坐牢了 顾不到了 气毒后的里头疯了 怀疑金美女和金检察官关系不一般 两个人扭打了起来 金美女直接下了车 这下两个人彻底决裂了 曹显哥也来找里头 那次杀白市长事情暴露了 里头自身难保 绕着曹显哥坐船逃礼吧 里头知道曹老板被判 直接叫人坐了他 曹老板这个瘾君子 直接在浴场被人砍死了 顺便曹显哥也被派去的人 坐掉了 釜山开始有学生游行 局势变得不稳定 金美女拿了黄金准备跑路 电视播放了朴正熙总统被刺杀 里头联系了各个保护伞 没有一个能联系上 一个个打电话竟然都打不通 最后联系上了巨老板 那个混蛋直接挂了电话 说不要再联系我了 里头在家里继续吸毒 只有毒品才让自己好受险 豪华的家里就只有里头一个人 重判清理 1980年里头空空的守着一个房间的钞票 在豪宅里漫无目的地走动 只有一条狗狗陪着里头 吸毒过多的里头 给老婆打电话说对不起 一会又神经的说敢背叛 我就杀了你 经检察官看里头有枪 最后派了部队前往 打完子弹的里头 最后拿出手枪自杀 被经检察官救了 经检察官觉得奇怪 里头为什么没有逃跑 因为不想跑了 里头交出了账本 看着经检察官是大吃一惊 随后新闻大面积报道要抓后台 背后的保护伞是政界 各大黑帮被曝光 这就是曾经辉煌一时的韩国制造 最后里头因为配合调查 只被判了15年 钱不是万能的 毒品害的不仅仅是肉体 更是精神层面 里头错就错在细度 否则洗白了 说不定是韩国总统了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因为你最帅 谢谢